4月27日,陈慧玲出席的在沙田举行的某品牌新店启动里, 随着巨型红气球的爆炸,凯莉也以身典雅的鲁肩长裙破球而出。 凯莉特洛已经看过演唱会的衣服,对于其中一套全手工缝织的孔雀衣感到非常的惊艳, 但她认为最难把握的不是服装,而是舞蹈的编排, 为了使身体柔韧度达到最好,凯莉每天都要在家进行高强度的瑜伽练习。 是我第一次去fitting,然后哇,那个衣服很漂亮很漂亮, 因为我有一套其中一套衣服是一个孔雀的造型, 整条裙子都是孔雀的毛,但是假的了,假毛, 铺上去,然后很长很长的尾巴,然后加上上身是很多人手每一粒一颗小小小小的猪啊, 红上去的一个上衣,性感程度是,我觉得是最性感是这一次, 如果真的比起以往的,不是那个衣服的问题是, 我觉得是那个舞蹈还有那个故事是需要我有一点比较女性一点的演出。 对于最近和男友分手的报道,凯莉笑称这可能是别人帮她而制定的档期宣传策略, 对于自己并没有遭上什么伤害,只是上面刊登的男友照片血的太丑, 这可能会让她郁闷一阵子。 可能他们想帮我宣传吧,我不知道,刚好这个时机我是演唱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了这个新闻,但是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伤害啊, 里面写的都是中规中矩,OK咯,就是那个相片不是太好看了。